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周周坎 有一个话题我一直都想做 但是一直没有做过 就是足球 因为这个为什么呢 很早以前在上中学上大学的时候 非常喜欢踢足球 也非常喜欢看 那个时候中国的足球联赛刚刚起步 但是因为中国足球的 其实它的成绩不是特别好 而且赌球 这种黑哨 这种丑闻非常多 后来也就渐渐不关注了 我记得上一次中国足球出现 应该就是2001年吧 那个传奇的米卢迪诺维奇 然后那年运气又特别好 小组又特别好 可能底下还做了很多工作出去了 联赛火了一阵 之后就又一蹶不振了 今年呢不知道怎么回事 反正足球气氛又浓起来了 又一次冲击世界杯 但是呢 刚刚有一点点比较好的表现 比如打赢了一次韩国 然后在预选赛里表现还不错 随即在陕西家门口主场就输得一败涂地 而且是输给了那个 我们开玩笑说是央视上的 明星国家战火纷飞的叙利亚 对吧 人家国家打成那样 然后在我们主场人家还赢了 这个怎么样都说不过去了 所以我们都看到电视上 那个陕西主场外面球迷不顾一个体育记者的 权力的引导和煽情啊 完全失态 在那破口大骂 要求退钱的场面 体育场的外侧 而现在跟我一起在等待着国族出来的 还有我身后这一圈 这里这么多的球迷 大家都在等待着国族的出来 那么国族的比赛是已经结束了 他们不离不弃的陪伴着国族 走到了最后一秒 对我们完全可以体会这种 深切的绝望和愤怒 很快高宏波就下课了 网上一片痛批蔡振华 然后是前足球大佬开始互撕 什么孙继海又爆料 郝海东又爆料 可能本来以为有什么大戏出炉 但是可能因为中国足球内幕 已经没有什么猛料可挖了 所以后来也就波澜不惊 就这么过去了 然后过了没几天 真正的重磅消息出炉了 中国男足花了2.2亿 请来了李皮当教练 然后这个数字一下把人惊呆了 睡前人民币2.2亿 而且据说是一个比足协领导 更高阶的国家领导人 直接从办公室打到了恒大俱乐部 从恒大俱乐部里恒刀独爱 把李皮从恒大17年的主教练任上 直接给抢过来 当了国家队的教练 我不知道你听到这个消息当时是什么感觉 你知道我是什么感觉吗 就只想骂人 2.2亿平均算到一天就是40万 现在中国的货币放水严重 就算工资涨了一些 平均工资最高的北京 它的工资也就是平均每年7到8万不到 就这个数字很多人还要骂娘 说拖了后腿 结果人家一天赚的比你五年辛辛苦苦的上班族挣的还要多 而且最关键的是 现在中国足球这么一个烂摊子 大家都看得见 基本上在短期内没有任何发展前途 因为一个体育项目你要有长足的发展 你没有一段时间的准备 没有一定量的人才储备是不可能的 光靠一个教练 那是不可能有志的提高的 再加上前一阵子盛世蝼蚁杨改兰 才死了不到三个月 魏泽西也就死了不到半年 那个被几千块钱诈骗 然后就自杀的或者心机梗死的几个刚开学的大学生 也就才发生两个月 怎么这么快就忘了 掉脸就2.2亿请个教练 像这种土豪爸爸给弱智儿童 请个哈佛教授当家教 是有多弱智脑子多么不正常的人才能想出这个主意呢 2.2亿啊 它不是一个小数字啊 这钱哪来的 你问过你吗 问过我们 有人打电话 问过我们的吗 比如说刚下课的高红波的一年工资 甚至不到礼皮的还不是零头 是银行利息啊 为什么中国外国教练差别就这么大呢 最近那个网上很火的网红 啪屁酱出了个视频 说是中国人眼里的双重标准 这不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吗 洋人就那么金贵吗 一个教练就值得一年花2.2亿 中国一个教练一年就不到40万 这个中国它是有预算制度的 这2.2亿是从足球的年度预算里拨的吗 是从它的灵活预算里拨的吗 这都快到年关了 它有那么多的富裕的预算吗 又或者它是从中国政府整个的预算里拨的吗 那这个临时预算 机动预算也不是没有 但是我们前面说了那么多花钱的地方 那么多医疗保险养老保险那么多亏空 那么多乡村教师拖欠工资 民工拖欠工资 老兵复员拖欠工资 那么多要花钱的地方 为什么这个预算 花在那儿就那么困难 造成了很多的群体事件 但花在这儿就是一个电话呢 中国的预算制度 人大审批制度 讲了那么多年 制定了无数的规章 开了多少研讨会 发布了多少个规定 怎么一到这种关键时刻 所有这些制度都跟不存在一样 好 说到这两亿的教练费 那有人说中国的足球市场很大呀 还有广大的群众基础啊 它的市场也很大呀 你投入这个钱到时候 广告费不是能赚得回来吗 那好 我们看2015年吧 中超市场它的整体的广告市值 有公司给它估计 一共也就20亿人民币 因为我们知道 中国联赛最火的时候 就是95到2000年 从足球联赛刚刚开始诞生 到冲出亚洲 那阵子是最火的 上座率也是最高的 然后后来因为 又冲不出亚洲 然后假球啊 黑哨啊 一系列丑闻 赌球啊 然后把这个市场 整个给做砸了 到现在中超市场 也没有多少人上座率 也就是这两年 中超大力的引进外国高水平的球员 引进强力外援 才把俱乐部队的水平提升上去 拿到一些亚冠 或者亚洲的俱乐部的一些好的名次 这样才又把人气一点点再聚拢起来 然后再抛出一个冲出亚洲的 又重新燃起了这个希望 所以整个足球市场的 其实这十年来 已经是在逐渐的走下坡路的 当然你如果 其实能够收回这个投资 当然也可以 但是你这2.2亿 请教练的时候 你有没有去计算 他能不能回来这个投资 好像我们 就是在一两天之内 听到了这个消息 谁也没有告诉我们 这个怎么核算 值不值得 没有一个详细的计划书 没有策划方案 也没有一个预算 什么都没有 就像我们前面说的 一个电话 2点而已就没了 就在我准备这一期 讲足球的 这个节目的过程当中 因为我要收集一些资料嘛 前两天又有一个 很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 说青少年国际足球赛 总决赛目前在北京进行 然后德国的一个少年队 叫什么柏林网队 以21比0击败了中国的 北京人大副中队 然后 19比1的比分 击败了华中科大队 韩国的一个叫 宝仁高中队 以11比0和27比0 连续胜了 国国另外两个大学的队伍 那如此大的比分 这就是中国足球 青少年足球 或者中国足球 近年的最大比分势力 更夸张的是 韩国派出的也是高中球队 然后这样大比分 27比0的去打赢了 我们的一个大学的校队 大家知道在大学里 这个校队也是招收专业队员的 他水平还是可以的 那这样比不过人家高中的连队 那可见 我们国家这个青少年足球基础 跟强国 跟强队 是不是越缩越小 而是越拉越大 那这样的前景 你再请个2亿的教练 你就是请20亿的教练 有什么用呢 所以说到这个足球的未来 那就是寄托在青少年球员身上 那青少年球员 为什么他的水平会差距这么大 首先那就是身体素质原因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中国最近这十几年来 青少年的身体素质 可以说是在节节下降 2010年就有体育大学的一份报告 青少年素质 从85年到2010年 现在到2015年2016年了 他的除了跑步除了速度指标之外 其他的基本素质像力量耐力 像一些引体向上 仰卧起坐 俯卧撑等等 它是逐年下降的趋势 而且下降非常之大 心肺功能不达标的 达到20% 势力就更不用说了 那个高中近视不合格率 我国达到了70% 也就是说这近30年来 虽然是改革开放 GDP也增加了很多 但是青少年的体制 如果说每况愈下 是毫不夸张的 那今天还有一个消息 一个女生 中学女生 做了十个俯卧撑以后 现在叫什么 半身瘫痪 对你没有听错 我也没有说错 是真的现在是胸部以下 没有知觉 现在瘫痪 正在山东一个 中医院还是一个医院 正在治疗 但是目前还没有效果 治疗了好几天了 他就是在体育课嘛 违反了纪律还是什么 反正处罚一下 也就是做了十个俯卧撑 可能他做不到十个 然后做完了以后 就感觉腰疼 之后就慢慢的 从胸部以下 就失去知觉了 另外我们以前也经常 是不是见到 一些中学或者大学 甚至大学跑一千米 跑死了人 所以说我们现在虽然物质水平上去了 但是青少年的身体素质 可以说是没有提高 只有后退 其实大家想想也不奇怪 虽然是你吃的好了 好像是量上多了一点 花样多了一点 但是你第一 学业压力重 没有时间运动 第二 不重视运动 第三 你就现在这种食品安全的环境 你地沟油 雾霾 你这么多有毒的东西 每天都在接触 你说身体一点 人毕竟不是真的是 我们说中国人 是铁打的 我特殊材料做的呀 人毕竟还是普通的生物 你说一点没有影响吗 我想怎么可能 甚至是不只是青少年的体育 你看我们奥运会 拿了那么多金牌 大众体育 搞到现在 最popular的大众体育 就是广场舞了 大妈们参与的最多 其他的小区的健身器材 有的被绿化带炸了 有的被停车场炸了 即使有 也没有多少去运动 或者只有很少的 极高档的小区 才有自己的健身房 才有自己的游泳馆 而这个在美国 每个小区 几乎都有它自己的健身设施 当然了 跟美国 咱们就不用做这种静态横向比较 那差的实在是太远了 好 再来说这个硬件条件 其实 刚才说 目前中国的足球的硬件条件 当然跟美国是没法比 但是跟中国前些年 还是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比如说我记得十几年前 我们上中学的时候 那个时候操场都是黄土地 但是挤满了人 一个大厂都是横过来 再切成小块 大家都要去占场地的 把书包啊 什么衣服放在地下当球门 因为那时候没有人造草皮 只有天然草皮 但是踢的多了 全部一根草都没有 都是黄土 风一吹 漫天的黄沙 但是大家就在那黄沙的烟雾里 踢的非常开心 那时候是足球氛围非常好 但是过了十年 后来到一些大学 他们建起了很好的人工草坪 现在中国比较发达地区 每个大学都是有人工草坪的足球场 但是你经常是见不到一个人在上面踢球 甚至这个大学 它并不禁止人去踢球 但是就是没有人去踢 现在的中国年轻人都玩什么 都玩网络游戏啊 或者玩手机游戏啊 从早上玩到晚上 晚上再玩到早上 然后几个通宵吃泡面 外面网吧经常有玩了几天几夜 然后猝死的 这样的报道也屡见不鲜了 所以现在可悲的局面 就是硬件条件上去了 但是想运动的人却没有了 好那是不是中国就没有 一个球队毕竟才11个人啊 中国14亿啊 是不是就没有身体素质好的呢 也不是 其实中国人啊 大家一想起来 亚洲人都是呈现一副汉人的面孔 其实也未必啊 中国是多民族国家 56个民族 50个兄弟嘛 是吧 有些民族他身体素质天生 就是很强的 比如说新疆的为主 我们在中学的时候 有个同学 他爸爸妈去新疆支教去了 然后他就到新疆了 他说新疆那些同学 虽然是当时经济条件不是很好 吃的也不是很好 但是他们的身体都特别强壮 他说班上有一个人 什么体育都没有专门的练过 但是天生的力量就很强 速度力量都很强 什么铁饼啊 牵球啊 标枪啊 他有一次参加校运会 第一次头吧 就超了校纪录 后来呢 也确实有业余队的教练 和专业队的教练 想让他去练体育 但是当时正处于 就是中国经济 刚刚腾飞的时候 对体育人才的这种保障 出路也不是很完善 所以他的父母啊 家庭不太敢让他练体育 因为万一练不出来的话 那就很穷了 新疆就也没有什么出路了 所以还是让他去上学 那像这样的身体素质特别好的 在少数民族地区 其实也在中国其他的地区了 也都有 但是这样的人往往他走不到练体育 走不到练职业足球的那条路 这个人才选拔机制 也是一个跟其他的人才选拔机制一样 都是非常头痛的事情 但是最近呢 我们看到河北有一些足球学校 他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保定有一个足球学校 少年足球学校 他就准备招大概26个新疆的青少年 到那练足球 我插句题外话 很多人说日本现在足球非常强 是因为引进了人种计划 首先我们不说这对不对 他可能确实引进了一些 日本和巴西的混血儿 他引进了那么一两个 但是其实中国 他完全没有必要刻意从外边引进 中国本身就有 所以河北这个学校呢 他看到了这一点 他就引进了 打算引进20多个 但最后只引进了9个 就被有关部门以民族问题啊 什么安全问题啊 等等等等 大家知道这个新疆 宗教或者政策原因 跟内地的关系 经常有这种违汉矛盾啊 所以他就把他叫停了 所以我也只能是 没话说了 这种明明可以取长补短 加强交流啊 共同发展 你帮我提高成绩 我帮你提高生活水平啊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啊 结果就做成了这样 当然在天朝 我们知道这种事也是司空见惯了 没有必要大惊小怪 所以说李克强总理的供给策改革 减政放权 其实确实是非常有道理的 也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中国像这种无厘头的事情太多了 这个我们就不展开了 我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中国是有很多的人才的 但是并没有无尽其用 除了基本的身体素质 和这个青少年的足球水平之外 跟一个国家职业足球水平高低 最紧密相关的可能就是这个国家的 职业的足球人口 或者说半专业的足球人口 中国的足球人口 我们待会再说 先说一些小国家 首先是欧洲 我们说虽然是欧洲无弱旅 但是欧洲有的国家是很小的 像冰岛 它只有十多万平方公里 相当于中国一个很小的省份 跟台湾的面积差不多大 跟江苏省 浙江省的面积都差不多大 但是它只有三十多万人口 可能还比不上中国的一个小镇 但是它的足球世界排名非法 达到24位 它的三十万人口中 有两万人是足球人口 几乎占到人口的10% 荷兰更不用说了 足球强国 它只有4.19万平方公里 比刚才冰岛还小一半 它有170万人口 也就相当于中国一个地级市 它的足球人口超过了三十万 也就是说超过了五分之一 百分之二十 那德国 全国人口八千万 足球人口六百五十万 几乎也是十分之一 然后再看我们的近铃 日本和韩国 他们一个人口是一亿多 一个人口是几千万 但是他们的职业足球人口 都超过了一百万 注册的球员都超过了一百万 而韩国 他们甚至是争取到2020年吧 要把足球人口提高到八百万 韩国一共才六千万人口 他们要把足球人口提高到八百万 然后我们再看中国 中国十四亿人 但是现在注册的职业球员 只有不到八千人 只有不到八千人 然后加上业余球队 传统上认可的足球人口 大概只有两万五千人 对 十四亿人 足球人口只有两万五千人 当然我们也有别的统计数据 比如说把一些小区啊 校队啊 企业啊 这样的业余 在业余的人 经常踢球的人加起来 可能也就不超过三十万 不到韩国的十分之一 不到日本的十分之一 所以你这样的基础 别人韩国日本在年复一年的 扎实的打基础 然后送球员去培训 有踢队的 有步骤 有计划的 你中国就这么点基础 然后足球市场还越做越烂 那现在这个水平就完全 是理所应当的 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那还有一个 争结呢 中国足球的争结 大家议论比较多的 就是体制问题 一开始职业化的时候 大家说 职业化非常好 马上就能带来腾飞 好像一职业化就零 包治百病 但现在看来效果也不好 但是又有人说 要回到过去举国体制 又有人分析 以前的举国体制 是因为比赛打的少 或者是球员只有这一个机会 所以只能在拼命 而现在 职业化了 他本身在俱乐部 他有几百万上千万的收益 他不能受伤 所以他代表国家队打 他可能没有那么大动力 我觉得这些说法吧 都各有他的道理 但是职业化 就像中国的自由经济一样 如果你没有给他规范好 没有一个监督 透明的环境 那么你职业化也好 自由化也好 往往带来很灾难的结局 就像中国足球那时候 有个足鞋馆 大家俱乐部都 都觉得这个部门非常的麻烦 他们想搞一个 足球俱乐部之间的联盟 自己来管自己 就是自由组织一个联盟 来管理这个足球联赛 而不上足鞋动辄 发命令 发一些不合时宜的指令 去干涉 那最后也没有成功 那后来 可能他们也没有动力了 所以最后俱乐部比赛 就变成了互相串通 然后互相赌球 做球的这么一个大赌局 然后我前几年碰到一个 跟足球圈走得比较近的人 他说当年在 九几年还是两千年左右 原来广州 就现在恒大的前身 当时有个另外的赞助商了 他说当时他们准备足球 怎么准备啊 就是完全就是在准备 做球会 就这场比赛 你输给谁 输多少 以什么方式输别人看不出来 这个球员能得到多少利益 俱乐部大概能得到多少利益 然后听了当时都傻了 你如果是这样的联赛的话 那基本上就跟东南亚那些 足球已经彻底崩溃了的 那些国家一样了 就是赌球横行 黑哨横行 没有什么真正的比赛可言 那关于足球的最后一个问题 大家议论比较多的就是文化了 好 首先我们从满清说起啊 我们讨论中国的文化一般 是从近代史开始缩起 简单的说一下 满清末年 亚洲由欧洲输入了鸦片 但是日本同时也被输入了 中国也被输入了 但是中国人这儿 鸦片就非常的泛滥 广州那边满大街的烟馆 人称东亚病夫 就是因为很多人在那儿 躺着抽鸦片 但是与此同时的日本 他们即使有鸦片输入 但是他们也没有硝烟的这个战争 日本那边就西鸦片的人就很少 他都没有刻意去抵制 但是西鸦片的人就很少 那这个可能只能从这种文化上去解释了 中国这种满清帝国 皇权专制 2000年人已经被奴化的已经不像样了 没有什么上午精神 你不安逸享受 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嘛 裹小脚抽大烟 小老婆 还有后来打麻将 泡澡 逛青楼 逛妓院 都是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小场所里面 享受那种秘密之音 很少像 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那种面貌 很少像西方人那样 去喜欢到大自然当中 去尽情的奔放 去撒野 去运动 航海啊 攀岩啊 跑步探险 这些精神 对于近代的中国来说 也就是最近十几年 可能中国人有了这么一点精神状态 所以光从气质上 中国跟那些足球强国 都有很大的差别 其实就是现在很多的球迷 他们往往也是喜欢去讲球 喜欢看球 还有甚至是喜欢赌球 但是他们并不喜欢踢球 他们到现场只是看别人晦汗如雨 自己在那儿评的是兔木横飞 他可能更多是喜欢这样的一种足球 而不是自己下场去踢 那这样也就不难解释 为什么中国的足球人口就如此之低 这种孱弱的民族性格 是怎么形成的 当然成因很复杂了 有地理的历史的环境的制度等等 这个我们就没法展开了 好说了这么多呢 我想讲的是 回到这个2.2亿的礼皮值不值得 我就想说基础如此之差 青少年的身体素质如此之差 足球基础如此薄弱 这个时候你花2.2亿请教练 你不如把这笔钱投入到一大批青少年的培养上 一大批这个业余或者半职业的足球场地 设备俱乐部的建设上 你可能2.2亿 我们假如一个培养一个球员 青少年球员 可能5年之内需要100万 可能你能培养200多个这样的青少年球员 那么从中选拔出 11个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但是现在你在可预见的未来 中国足球不可能出现质的突破的情况下 你硬弄个教练 把他拖进世界杯又有多大意义 一个弱智儿童请了哈佛家教 这样的比喻可能还不够 我觉得他更像是一个癌症晚期的病人 你给他每天一颗千年人生在那续命 就让他多活两天 然后上场到一个什么舞台上去亮个相 耍几趟大刀 然后回来就死了 我们都知道西大大很喜欢足球 他从刚上台就说要振兴中国足球 我想他和其他的广大的真球迷 更想看到的不光是中国足球冲出一两次亚洲 而是更想看到一个健康的联赛的基础上 足球大环境 良性发展的基础上 在有很多巨星涌现的基础上 在足球水平可以持续发展的 这么样一个氛围的基础上 冲出亚洲 从而成为真正的一支亚洲强队 而不是靠某个教练 或者某个抽签的安排 或者运气 冲进一次世界杯 让国人再吃一季兴奋剂 再兴奋两天 我想稍微有点理智的人都会觉得 这样的冲出去 甚至连个面子工程都算不上 中国有句古话叫上若浩之下壁慎言 这个比足球更高阶的官员可能想借这么一个输球的机会来大拍一通马屁 但是我想他应该是拍到马腿上了吧 因为我们看到刚刚结束的六中全会 公布了党内政治生活条例 里面有一句禁止阿谀奉承 难道习大大是愿意看到 中国足球水平以这种方式提高吗 我想习大大如果看到这种借题发挥的 不合时宜的 挥霍纳学人血汗前的 这种阿谀奉承 是不是会让纪委的人去监督他一把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